有牙膏 真的有牙膏 我们马上请潘博士老师告诉大家 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这个要保护牙齿的健康呢 当然就是要维护牙齿的清洁 维护牙齿的清洁最重要的就两项 一个就是适当的刷牙 正确的刷牙 另外一个就是要使用牙线 那么在正确刷牙的部分里面来讲呢 其中有一项 就在正确刷牙这项下面呢 要选对牙膏 其实有非常多的人不会选牙膏 不过你锁定我们待会马上告诉你 现在我们先来看呢 全世界最新的健康资讯 全球健康头条 你知道吗 全世界大约有4400万人 罹患了失智症 预估到2050年前 离病人数还会再成长两倍 根据英国BBC的报道 一项持续了五年 以525位70岁以上的长者 为追踪对象的研究显示 在这些人的血液当中发现 有10种跟一般人不同的知识 而透过咽血就可以检测到 一个人未来三年内 会不会罹患阿兹海默症 而且准确率高达了90% 换句话说 一旦抽血检查 发现异常 就可以预先使用药物 来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 让病发时间能够延后 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医学界一直都想解决的问题 因为现在大家寿命延长了 早期为什么失智症没那么多呢 就是还没到脑袋退化的时候人就死了 那现在大家活久了 然后生到80岁90岁甚至100岁 所以往后失智的人口会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就很担心说 我如果到老了得到失智症生活真的是很没有品质 而且对家里面的负担也非常的沉重 所以我们曾经做过民调呢 很多人都希望老的时候不要得到失智症 甚至大家都觉得得到失智症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可是问题是现在目前为止 医学界没有任何的药物能够治疗失智症 当然这是我们医学界应该要检讨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的 看看能不能把失智症来做一个治疗 那在没有办法治疗之前呢 我们现在是想就是说呢 能不能早期诊断 那如果能早期诊断说 你已经有这样些位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诊断失智症 都要等到症状发生了 然后判定是的时候 那时候再来处理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点晚了 那如果能够预先知道说 他可能做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个预防的部分来讲 就可以非常的有效 所以因此提早诊断这件事情 一直都是医学界想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对失智症来讲就是两个 一个是提早诊断 能够预先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得到 第二个是能不能有有效的方法来治疗他 可是我们生病长期就是这样子 每次都差不多了才会开始去诊断 对不对 已经失忆了才去验 那到底老师你讲那个时间点 我怎么样提早诊断 提早到什么地步啊 对提早到就是说是呢 他已经产生了异常 比如说像这一次的他们的做法 就是非常有建设性 而且发表在一个非常好的期刊 是世界大概数一数二的叫做自然科学期刊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期刊 那么他当时怎么做的 就是说他找了525位70岁以上的人 然后他们就是说 一直不断的抽他们的血液里面 分析10个不同的这个纸质 就Lipid 那这10个不同的纸质 当然是他挑出来有用 他们认为可能跟他有相关的 然后结果在这样研究的过程当中 这525位的老年人 自然产生了53位的失智症的患者 这是自然产生的 然后这时候他在把他们 每一年所抽出的 这个10个不同纸质的这个参数 拿来做研究变化的时候 发现非常有趣的就是说 得到的这53个人 这个纸质都有一个异常的变化 然后呢没得到这几个人 这10个纸质就是没有异常的变化 所以因此他利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才间接的回推说 那以后我只要老先生 只要抽这个血中的纸质 只要发现他有像这53位 得到老人失智症 这种变化的话 那就表示预知 他往后会得到老人失智症 那现在也 目前也已经知道就是说呢 他之所以会有这个纸质的变化 是因为脑袋已经开始退化了 所以他的代谢出现问题 才会把这些代谢的错误讯息 传递到血液当中 然后被血液测到 那如果我现在很容易 就是望东望西啊 去抽血 会检查得出来 我以后会不会得失智症 是的 就是说以目前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讲 他就是准确率可以达到90% 那其实 其实90%已经算是不错了 因为如果电视机前面的妈妈 曾经有怀孕过 那么我们在高龄产妇 会怕她得到糖氏症 或蒙古症的话 其实妈妈在 现在目前我们的技术抽血 也只能预知80%几的准确率 那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全部的这个健保给付 再抽这个糖氏症的预测 80几% 所以因此如果这个是有90几%的话呢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当然就是说目前这520几位的这个临床样品呢 大概属于中等的规模的啦 所以因此科学家现在目前也建议就是说 是不是能够再扩大比如到2000人 或者到3000人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准确一点 以后可以再进步 所以因此我是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内容 我们有需要报导给我们全台湾的观众朋友来知道 对 失智症有药可以吃吗 打麻将也会用吗 现在目前来讲就是 如果已经得到失智症的话呢 我目前没有办法治疗她 但是我们可以减缓她发生的速度 那所以因此呢 我们减缓她发生的速度呢 必须在非常初期的时候减缓 如果你到了中期或后期 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呢 就已经严重到最后了 我还减缓什么 对 所以因此才会有这个结果说 我希望能够越早知道的话 我在越前面知道 比如说我在这里知道 我减缓她的速度 跟我在这里知道减缓她的速度 那差距很大 对 所以主要是在这边 关于失智症这个问题 相信观众朋友已经非常相当了解咯 接下来马上进行我们的 同学有问题 今天我们的同学有问题 先等一下 要讲什么呢 就是讲怎么挑牙膏 因为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 牙齿的健康是 有两件事 一个是要正确的刷牙 一个要使用牙线 对不对 那正确的刷牙里面呢 有一小项是 如何挑对牙膏 而且我们今天特别 而且我们今天特别要针对 小朋友的牙膏 对 因为大人牙膏我们也会提到 但是要特别针对 但是我想请问 你们三位 你们来也不是白来的 你们会挑牙膏吗 当然会啊 大人一定要挑那种什么美白啦 看过敏的 小孩一定要含佛嘛 对不对 佛才健康啊 牙齿 巩固牙齿 所以这个亚兰也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他这个佛 这个佛是我们这个大地之间的一个微量元素 那这个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们的牙膏 目前这个刚刚亚兰也特别提到 他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功能跟用度 市面上琳琅满目 对 包括说有美白的啦 有抗过敏的啦 对 甚至还有什么防牙周病的啦 什么讲的一大堆啦 对 但其实对于医学界来讲 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个 就是佛 佛 就是佛 对 因为佛非常特别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在使用我们牙齿的时候呢 我们的法郎子 对 它会逐渐的被弄薄或甚至被破坏 因为我们吃东西都是有那种 那种所谓的链球菌 它会吃它嘛 就是那个取齿的那个链球菌会吃它 那但是呢 你如果有佛的话呢 它就会把这个吃掉的地方又补回来 所以非常重要 当然补回来的东西还有唾液 就唾液跟含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因此如果我们刷牙能够有佛在这边 或者是我们的饮食里面有佛 或者甚至小朋友有这个图佛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那些东西就会 好像这个盔甲 变薄了会有破洞 它又给它补成好的盔甲 所以那这个佛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 第一个我想先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讲 你们家如果选牙膏 如果没有选到含佛的 你们就刷这个牙就等于没用 可是他不是牙膏有没含佛的吗 有 所以你就很逊 真的喔 所以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他要没含佛 这一点我都不懂 对啊 当然就是有的人可能错误印象说 佛很毒 就像刚刚我们罗友是讲说 佛吃多了是不是会中毒 对啊 会 是会 但是问题是 你要在一个适合的量以内的话 它就变成好处 所以任何东西吃多了 对 都会有坏处吗 我讲句不好听一点 喝水够健康了吧 健康了 水喝多了会中毒 水中毒 我们有空再来讲 所以因此呢 这个牙膏要选 一定要有选含佛的 而且佛要在正确的量以内 那特别今天我们要针对小朋友 那又子妈有问题 对 潘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既然牙膏里面有佛 那为什么我每次就是带小孩子去看牙医 牙医还是说我们都是还是有蛀牙 而且我每次都帮我帮小朋友就是刷牙 然后又帮他用牙线啊 然后我还有让他甚至有让他喝就是那个就是含佛的漱口水 他不是喝是漱口 讲漱口水 对对对 他们会学 他怎么会学 对对对对 漱口对对对 用含佛的那个漱口水漱口 你们亚兰吓死了 我都少量了 但是他都还医生都说还是我们要蛀牙 对啊 又什么啊你讲这个问题很好 就说呢我们虽然说有含佛的这个牙膏或者有涂佛 或者有弄含佛的漱口水之后 我是可以把原来坏掉的盔甲补好 对 但是我补好之后如果你不能够让敌人少一点来 他又一直摧毁我的盔甲 我当然还是会取此嘛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的饮食习惯啊 还有你的刷牙习惯都要出现 那当然要再加上正确的选用牙膏嘛 所以那你刚刚提到的只是正确的选用的牙膏 正确选用了适当的佛 但是呢你如果前面的这个饮食习惯跟这个刷牙习惯没有建立的话 他还是一样会取此嘛 这样懂吗 那待会呢我们要马上呢要告诉大家怎么选这个牙膏 非常重要我们把很多的牙膏都买来了 那要大家来教大家怎么选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 好 后来告诉大家 欢迎回到健康宝宝 我们以为多刷牙可以避免住牙 那老师我真的没有想到 为什么牙膏挤的量也会有影响呢 他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大人在用牙膏的时候呢 基本上吞进去的几乎是零 因为我们大人知道说牙膏不应该吞进去 但是小朋友不一样 小朋友的话呢 他有的时候会把牙膏吞进去 那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说是呢 这牙膏里面必须要含佛才能够保护牙齿 所以因此牙膏里面一定要放佛 否则这个牙膏没有用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你什么美白看过瓶 那个根本就不是重点 重点在佛 那但是问题是小朋友如果用了这个含佛牙膏 如果他会吞到肚子里面去的话呢 那么大人又担心他会中毒 因为如果量大的时候 确实也有中毒的一点疑虑 那这时候呢就有很多家长就会在考量说 那我家的小孩子 比如说六岁以下 三岁以下 那到底要不要给他用含佛的牙膏呢 很多的家长呢会觉得说 因为怕佛吞进去所以不给他用 所以答案就是你们刚刚讲的 是一定要用 所以今天我当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跟你们讲说你们家的小孩子 六岁以下 三岁以下 要让他们刷牙 而且要养成刷牙的习惯 那刷牙呢也必须用牙膏 而且牙膏必须含佛 这样听懂了吗 听到了 这是第一个要告诉大家 非常重要的观念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发现 就小孩子的取齿率 非常的高 对 好了 科学是日新月异的 很有趣的 你收看我们健康报报 我们告诉你科学的进展 在2009年的时候 美国牙科医学会说 因为怕小朋友用了含佛的牙膏 因为吞进去 造成佛太多堆积在身体里面 所以当时他们的建议是说呢 我们用小朋友的这种牙膏 这是小朋友的牙膏 你看这有卡通图案的 对 那么他的这个含佛量呢 希望低一点 因为我们正常的大人 以中华民国的标准来讲呢 是一根牙膏的含佛量 不能超过1500ppm 就是大人是不能超过1500ppm 对 那所以因此呢 在2009年 美国牙科医学会当时就认为说 那如果大人是1500ppm 对小孩子来讲太多 那小朋友是不是把这个含佛量降低 所以让他在刷的时候呢 就算吞进去也没有关系 所以当时在2009年是这样建议 所以如果你有听到人家这样讲说 小朋友的牙膏要选择低含佛量的 因为怕他吃进去的话呢 如果现在在讲这种东西啊 过时了 落伍了 错误了 为什么 因为呢 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呢 美国牙科医学会发现说呢 如果这个牙膏的含佛量呢 没有到达1000ppm的话呢 那么他是没有效果的 是没有效果的 是没有效果 所以现在简单讲就是说 你如果要能够预防取齿 能够恢复我们的盔甲的话呢 必须要高于1000ppm 然后低于1500ppm 这个范围才是正确的 所以那因此呢 因此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那小朋友呢 就不再推荐使用这么低的含佛量了 因为这么低的含佛量是无效的 没有用 是无效的 所以呢 美国牙科医学会在2014年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最新的消息 你们都吸收到最新的知识 对 就说呢 牙膏不可以买这种低含佛量的 无效 他应该还是要买什么呢 买这种所谓的 含有1000ppm含佛量的牙膏 但是呢 又担心小朋友呢 会把它吞进去 所以美国牙科医学会计算 每个小孩子的容忍量 以及如果他全部吞进去 他是讲全部喔 整条牙膏吗 不是不是就是 吓死我了 就是每一次刷牙 每一次刷牙挤给他的牙膏 他如果全部吞下去的话 然后而且算每天两次刷牙 早上晚上一次刷牙 如果全吞进去的话 那他可以挤多少进去 所以呢 你们家的小孩子 如果是三岁以下 你买的牙膏必须是 含佛量1000ppm的 但是呢 早晚各刷一次挤的牙膏呢 三岁以下的小朋友挤的是跟米粒大小 哪有用啊 对 所以你们都说不用挤那么多 所以如果以米粒大小来挤的话呢 他就算全部吞进去都没事 而且呢 他们已经计算了早晚两次刷牙 而且呢在美国的话呢 他们的自来水是含佛的 台湾还不含佛 所以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小孩子三岁以下 如果你妈妈用1000ppm含佛的牙膏 来刷的时候呢 那三岁以下用这个米粒大的 是绝对不会过量的 你放120个星 而且呢 可以防止蛀牙 所以我想今天呢 刷新你们的观念 假的说你们家里面还在用 低含佛量的这种儿童牙膏的话 你是完全过时而解错误的 这样听懂了吗 你们一定没有不知道这个讯息 一定知道 然后呢 等一下不要吵 然后接下来呢 如果是 如果是六岁到三岁 请看下一张 我们如果六岁到三岁的这个小朋友呢 那因为他整个人体积变大了 所以他体积变大以后呢 他刷牙的时候呢 可以挤像豌豆大的牙膏 但是这个牙膏没有换 还是1000ppm的含佛量 所以因此你简单讲说 早期的错误观念是用低含佛量 然后呢 让小孩子挤牙膏 随便挤多少 但是那是错的 那没有用 所以现在是规定 1000ppm含佛量的牙膏 但是不同年纪用不同的量 三岁以下用米粒大小 对 然后呢 六岁以下用豌豆大小 用豌豆大小 其实到六岁以上以后呢 他就比较不容易吞进去了 就几乎是大人 所以那个时候呢 一直到我们这个大人呢 都是用米粒大小 就是用这个豌豆大小就够了 对 因为其实我们大人也不需要像广告一样 那几那一条 那是不需要的 就是一个豌豆大小 所以这一个观念一定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呢 你们一定要赶快把这观念改过来 对 老师那我想请问一下 像小孩跟大人的牙膏 那您说都要1000ppm以上 那所以大人跟小孩的牙膏 等于是可以共用咯 那要看它含佛量是多少 你可以看得到 像我们台湾目前有些牙膏的标示就不清楚 我手上的这根牙膏 它其实没有标示韩佛量 对 它只有讲说呢 依照中华民国卫福部的标准 就是不可以超过1500ppm 所以它上面写说 我的韩佛量你们放心 绝对没有超过 我绝对没有超过1500 可是问题你写绝对没有超过1500 那如果写你是零呢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这种标示法对我来讲 没意义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有些牙膏呢 它是写超佛 你有看到就是超级的超佛 有的超佛它就会标示 1450ppm 那这种就是比较高的 因为正常来讲 1000ppm就有效了 所以你如果到1450ppm 就超佛 就超过1000 但是还在我们国家限量1500ppm以下 对不对 所以那小朋友最好用的 应该是这种 所谓的1000ppm的 因为刚刚我们的计算方式 是用1000ppm 以美国牙科医学会公布的情况 来给大家介绍的 所以因此呢 假设有很多牙膏厂商 看了我们的节目 你要跟得上时代潮流的话 你就必须要给我正确标示 对 你给我正确标示 然后你正确标示之后呢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买牙膏的时候 就要知道说那些噱头都不重要 对 什么芳香剂啦 什么起泡剂啦 美白剂啦 那些香精对你都不重要 对 真正重要的是韩佛量 对 而且韩佛量要对 然后呢 买了韩佛量对的牙膏之后 还要挤对量 对 三岁以下 六岁以下 然后一定要用韩佛的牙膏刷牙 才会有效 这个我想是非常重要的资讯 所以那大人就可以挤多一点 就可以预防蛀牙吗 不是 大人的话呢 也不需要 你显然没有在听我讲过 就是我的讲法是说 大人就挤一个豌豆大人就够了 也够了 都需要那么大 不是像广告一样 那麽挤这样一圈 不是这样 因为你在广告上 他就是鼓励你挤嘛 对 都是这样的 这个喔 你可以刷四次 可以刷四次 对 而且你挤那麽多 没有意义嘛 这是没有 这就是广告噱头嘛 真正挤 亚兰喜欢泡泡多两秒 真正挤不是这样子 真正挤就是挤这样 一点点就够了嘛 一个豌豆大的就够了嘛 这没有整个嘴巴泡泡的感觉 所以你们就是无聊嘛 我真的这样很省耶 不是很省 不是很省 是正确的医学观念 对 我想你有问题 又有问题 我们广告回来 我再来回答你 牙齿真的好重要 真的 真的啊 而且包牙齿要包好多钱 我们还看一个一节期 他说台湾有个好多钱 对 欢迎回到健康报报 潘老师有话说 那老师还有什么方式可以预防蛀牙呢 除了刚刚讲说要选对牙膏 正确刷牙 那大家我想刚刚都听得很清楚了 另外当然我们中华民国卫福部的国民健康署 有提供六岁以下小孩子图佛的这样免费的服务 他是每半年图佛一次 那你可以到任何的牙科诊所 就不一定是要到什么大医院 任何的一个一般的小诊所你都可以去 因为他是健保给付的 然后呢 你也不用担心说 我会不会忘掉说 这半年到底涂了没 还是说呢 我涂了以后会不会重复 因为你佛涂太多的话呢 就是变成这个佛斑牙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的佛斑牙 就是说呢 他这个牙齿会变得比较黄 而且呢他会有一些凹洞在这个地方 一些凹洞 有一些凹洞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佛斑牙 佛斑牙 佛斑牙 那佛斑牙就是佛洞太多了 但是你会担心说 那我这个小孩 我都没有记录上一次会不会重复涂 你都没还热 为什么 那个健保卡插下去就知道了 因为就好像每半年洗牙一次 你如果没有到时间插下去他就不给付啊 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 你就是每半年带到牙科诊所去 你就算搬了家换了诊所 你插下去他一样看得到 有记录 所以因此呢 爸爸妈妈如果方便的话呢 就带着小孩子 一定要去每半年帮他屠佛一次 然后另外呢就是呢 养成他刷牙的习惯 按照我们的规定 用牙膏1000ppm的佛 然后呢三岁以下几个名利大 然后六岁以下几个豌豆大 然后呢大人也都几个豌豆大就够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当然包括生活的做席啦 饮食习惯啦 它就可以防止很多取齿的问题 那但是呢接下来就是说呢 有些县市政府更贴心 你知道他贴心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是都还要牵着小朋友 走到那个牙科诊所去屠佛吗 他没有 你只要送到幼稚园托儿所去 那那个牙科医学会 我们中华民国牙科医师真的是很有 这个所谓的善心意举 他们就自己主动啊 就到这个幼稚园托儿所去 就帮小朋友屠佛 然后呢 你也不用担心会重复 为什么 因为健保卡插下去就知道他屠了没 他健保卡插下去就说 柚子妈 柚子 你妈妈 柚子你妈妈带你去涂过了 你不用涂 你不用涂 因为擦进去了 这真的是佛心来的 对对对 潘老师那我想请教一下 有没有一些什么食物啊 比如说有韩佛的 我们可以提早保养 我们让牙齿巩固一下 有我们韩佛的食物是很多啦 那大家也可以藉由这个 很多的食物补充 不过但是呢 就算你补充你也不能够 免掉涂佛 跟用韩佛牙膏 你还是可以多吃 比如说像茶叶啦菠菜啦 鸡肉啦鱼啦 虾啦海藻 等等的天然蔬裡面 也都有韩佛 也都有韩佛 对对对都有韩佛 所以有的时候大人喝点茶 其实是不错的 那像根莖类的食物呢 像芋头啦 这些山药啦 可能都有韩佛 因为他们都是在地底下 它矿物质本来就多 所以你看海产类的 根莖类的 这种矿物质都会比较多 那但是吃吃归吃喔 你刷牙还是要刷牙膏 牙膏还是要用对图喔 还是要用喔 一直喝茶一直喝茶 但是不刷牙 不行 我们家庭作业是什么 没错 今天的健康家庭作业 题目是 三岁以下的儿童挤牙膏的时候 要挤成什么形状呢 请观众朋友 到我们官方脸书回答 我们有精美的正品要送给大家喔 尘头大的 我们答对今天送这个 今天送这个 对 健康洗髮精 健康洗髮精 我讨论的很奇妙 那我可以答对话 可以答吗